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那个气氛会觉得很不快乐 整个家庭连带动小孩 那几次以后他就知道说 我还是乖乖回家比较好 通常如果说在 他会认为工作 在工作上面比较认真 家庭是第一的 因为他在外面去工作什么 都是很好 而且他在外面 其实都是以家庭为重的 就是额头很饱满的人 鼻子很挺直的人 通常这种人都是很聪明 很会赚钱 而且鼻子很挺直 挺直心正 他不会去想东想西 而且他也比较不会随便去受到 外界的那些什么 什么妹妹什么什么的诱惑 因为他会觉得说 其实看多的都一样 那为什么会看多 因为还没结婚之前 可能就已经看多了 但是他结婚以后 他会认为是 以家庭为第一 因为家庭才是他最重要 因为他选择家庭 但就是想要这个家庭能够圆满 所以这个通常都是属于很聪明的人 赚钱也很认真也很理想的人 但是他是不会再流连那些 所谓的什么妹妹这些 所以这个就是以工作很认真 家庭第一 他就是要赚钱给家里的老小 就是老婆小孩吃不用这样子 再来我们看看这个就是负责 又体贴 而且是善待家人的 我们通常讲眼症心症 他说眼神要清澈 不是惹人 不是每天就是好像一直在喝酒什么 到处就花天酒地 不是这样子的人 通常他们都是属于自勇酸精 也是很聪明 走到哪里都很厉害 他是很会哄小孩 他哄太太 哄老婆哄家里的人 为什么呢 就是他愿意扮小丑在家里 但是他在外面也是很能干 因为他不会看错人 这个叫眼神很清澈 通常都是很聪明 他不会在外面随便说 工作上面去看错人 不会 他也不会说看错任何的朋友什么 但是他在家里永远就是看错 他老婆买的东西 他永远不知道那个价格 不是他不知道 而是他不想知道 他愿意 就反正赚钱就是要给老婆 这个就是要宠家人 就是我们讲善待家人 他就是赚钱就是 反正我就是交给你就好了 你要怎么花 你高兴就好了 所以这个也是属于是一个心正的人 他已经在外面 已经不愿意再去 去莲花乐 就是这些已经对他来讲 已经不重要 他重要的是 家里的老婆小孩 因为他这个家 对他来讲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种人都是心比较正的人 是 再来我们讲性格比较开朗 他是宠爱欺小 通常就是耳朵比较厚大的人 通常这种人比较不会乱来 再来就是忍中生长 忍中生长的人 通常就是他也比较好好先生 他在家里都是负责 那个小孩跟老婆之间的 那个沟通桥梁 或是太太以妈妈 就是以婆婆 他就是自己妈妈中间的沟通桥梁 反正他就永远在做他们之间的润滑剂 所以他也是在家里都是扮小丑 什么事情好就是我错的 你不要再吵了 你不要再吵了 什么事情都好 那就明天我一定是会去 买这个礼物送妈妈 或是买这个礼物送老婆 反正就是算了算了算了 这个事情都是我好不好 那就是会用花钱来 让这个家庭和谐 这个就是他是宠爱妻小 他性格很开朗 反正花钱没关系 只要家里和乐 家里快乐就好了 所以这个都是属于我们讲 爱妻爱家人的好男的